图片来源TESmart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农产品进口市场 一海产品为例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月11日报道 俄罗斯联邦与业数驻美代表奥列格雷克夫之前表示 说美国基于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有关俄罗斯名台语 在美速炸办市场额大的不实 暴载而采取限制措施 俄罗斯可将同样规模的名台语 转为出口欧洲或中国 CNN此前称 俄罗斯名台语将美国同类产品廉价 在美国冷冻名台语市场 获得约两亿美元份额 而美国中小学生吃的 是用俄产名台语做的炸鱼条 雷克夫说 可以想见美国联邦会对俄罗斯名台语兵修进口关税 如果他们对我们关闭边境 我们可将目光转向欧洲或中国 图片来源 MHALBLIKSHTA1上述迹象表明 一旦美元和美国市场 对进口俄罗斯名台语开启新的限制 俄罗斯水产捕老虎为象征的俄罗斯农民 或有可能大方面从美国市场撤出 毕竟 俄罗斯已将中国和欧洲的暖家 列来重要的市场客户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一些农产品一直以清洁优质而著称海产品 同样如此 这意味着未来美国市场或面临供应商的减少 甚至进口同类产品 或面临为其他供应商加价的可能 不过对俄罗斯水产养殖户而言 他们实际区并没有太多损失 雷克夫指出 这最多只会影响每年500吨的直空商品 这些微不足道 相当于一周一传的补捞量 显然 俄罗斯渔业的这一笔记 来源于中国和欧洲市场强大的购买力 俄媒称 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名牌于供应国 主要销往中国 韩国和欧洲 2017年补捞量达180万吨 其中约80万吨加工产品用于出口 事实上 这仅仅是俄罗斯海产品出口收入增加的一个缩影 我们近日提及 中国春节期间的集中消费 无疑可以带动全球度过农年 在这个特定时期收益良多 以2018年春节前消费忘记一月的海产品市场为例 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 该月中国进口海产品 共计35万吨 同比增长42.58% 进口总值达到10.45亿美元 同比增长48.71% 8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产品出口到中国 其中 俄罗斯高居到手 日本朝日新闻近日报答称 俄罗斯鱼业成功复苏 分析认为 或正是在不动扩大对中国市场出口进程中 俄鱼业正在继续稳步发展 其实俄罗斯农民广为受益的方面还有很多 目前中国一些投资者也在额参与了种植业 奶牛养植 主品加工到非常广霸的农业项目 也都为俄罗斯农业开拓更多中国市场范围提供了可能 这就不难理解 俄联邦创农业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这几乎是全球自由国的一个经济奇迹 也就是 说 即使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供应 俄罗斯农民的收入 可能还将继续扩大而不是减少 相比于更多俄罗斯农民或转向中国市场 地广人稀的加大大农业经济 近期或陷入空前扩进 尽管去年春节前 包括加拿大龙虾等不少海产品及农产品 都出口到了中国市场 但今年加拿大农民 可能正在远离这个商机或出局 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外媒近期报道称 包括农业在内的加拿大多个领域近期非常焦虑 担心或重视大客户 对中国市场的异形 依赖正暴露加拿大经济的软肋 加拿大大龙虾捕老虎为象征的加拿大农民 在接受BWC中文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最近常常为可能面对的农产品积压和收入的减少而忧心忡忡 担心或提前出局 要知道 近年 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农产品 农业食品和海产品出口市场 加方数据显示 2017年 中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86亿加元的农产品 农业食品和海产品 从2015年到2017年 中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农业食品和海鲜增加了28 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长劳伦斯麦考逸 在2018年11月曾表示 我们希望加拿大的农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 显然 加拿大农业经济的上述预期或并不乐观 玩BWC中文网源创作品 本文不得以任何形式摘编 转载或转化视频 本文不得以任何形式摘编